史上最靠近人民 也是出身贫苦的平民总统 文在寅能不能打开地狱朝鲜内道门 让南韩人民获得解脱 我们最近他碰上了难题 史上最严重的贫富悬殊 史上最难解的一张图 南韩文在寅总统怎么解这道题 你看看他这个所谓的吉尼系数 就是关于家庭所得分配的状况 在2015年的时候是0.341 到了去年2016年变成0.353 表示什么 每一次看到的贫富悬殊 都会看到吉尼系数跑出来 这个越大代表什么 越少代表什么 越大代表他的所得分配越不平均 所以你看他的所得分配的状况 从2015年是8.24 到2016是9.32 讲白话一点就是说 所得最高的那20%的人 比所得最低的是20%的人 他的所得是他的多少 是他的9倍 他们期待文在寅解开地狱的大门 让大家得以解脱见到阳光 可偏有一个人超级无敌摆目 他捅到了马蜂窝了 南韩最近出现这样的议员 变成新的网红你知道吗 这个议员是什么呢 就是南韩的议员叫金五星 他这样一个动作在网络上 被大家什么 被大家大福的去检视 他什么动作呢 他在机场要出关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会 你会拖着行李对不对 你有没有看到他多帅气 行李直接往旁边一丢 连看都不看他旁边他的助理 你觉得你如果是他的助理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尊严受损呢 他们把人当人 那是你的伙伴 你的同事 你看都不看他一眼 他连看都不看他一眼 然后就直接把他甩出去 所以南韩的民众 把他像他这样的动作叫什么 你知道吗 叫什么 叫no look pass 就完全无视你 我就直接通关 我就pass过去了 所以他们去哭手他的画面 看到这两幅 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行李箱被甩出去之后 助理好像被炸飞一样 那另外一个画面 在哭手的是什么呢 这个助理还会反抗 他还把这行李箱 把它踢回去 踢回去给这个议员 这个你看 这个各位 我必须强调 这个是哭手出来的画面 这哭手出来的画面 也就是说 哭手的背后代表 南韩年轻的南韩民众 对他的不爽你知道 没错就是对他的不爽 为什么 因为觉得你怎么可以 这么目中无人 而且你们这些权贵 好像已经习惯 这样的动作呢 为什么这样子你知道吗 我们都知道 这前一阵子 这个所谓的闺蜜们事件 的吹顺时 对不对 蒲警惠的闺蜜 他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no look pass 怎么样呢 他把他手机 讲完电话之后 一样 不看他的助理 就直接往旁边一丢 他的助理就必须要接过去 所以这些就造成 南韩人民的愤怒 那南韩人民更生气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记者去问这个议员说 你怎么会用 像这样的动作 去对待你的助理 你根本对人完全不尊重 对 结果这个议员 还反呛记者 反呛记者什么说 他有脸反呛 有啊 他说你们记者 应该去做好自己的本分 他说我这个动作 根本没什么问题 你们故意没事找事 问题就在于 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 对 他不认为自己有问题 我们刚刚一路讲下来 其实从四个字 贫富悬殊说下来 我们给大家看几个画面 你就会知道 南韩的贫富有多悬殊 南韩现在在流行 来讨论什么呢 讨论说 这个父亲节母亲节 到底要送什么东西给爸爸 送什么东西给妈妈呢 是 最新最流行的商品出来 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叫做超票花 你没有看到 这个花束好漂亮 可是你没有看到 这里面是什么呢 一张又一张的 南韩的钞票在里面 这不注意 我还以为是报纸 一般的包装纸 对 然后这一束花 估计统计 至少这一束花 台币大概是一万块左右 秋皇 你看这一朵花 它用什么包 一万韩元 对 然后另外一个 是像这样的礼盒 怎么样的礼盒呢 除了花之外 你看到旁边是什么 一叠又一叠的 南韩的紫钞的钞票 然后塞在里面 变成一个礼盒 那么这样一个钞票礼盒呢 价值多少呢 价值台币是三万块左右 所以像这样的商品 在网络上瞬间怎么样 爆红嘛 大家就说 这样的东西送给父母 父母会很开心的接受吗 我告诉你 还真的会很开心接受 因为我问过蔡总 她说收到这样的礼物 连她她也会很高兴 跟蔡总什么关系 所以你看 今天是综合的 粉红的 蓝玫瑰 粉红的 看着真的有够压扎的 白人的失败 白人的先说我们的失败 你这就很愚准 问题就出在就说什么呢 南韩有一群低薪的年轻人 这些低薪的年轻人 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 一束花这样一万块 然后这个花礼盒要三万块 他们看着就说 你的一束花 就是我一个月的薪水 看得很心酸 文在寅总统 还有一张试题 他要来解一解 这张图我们请 秦皇带我们来看进去 这张图 不知道文在寅总统来看的话 他能不能算得出解答 可以开得出良药吗 因为这个是在 南韩的网路社群讨论得很夯 所以日本有一个政论节目 就特别把它拿出来做解说 什么意思呢 你看这上面写叫弱者的将来 日文这个弱者 其实就是年轻人 所以在这里面 他发现好像好多大学 不管是文组还是理组的毕业生 怎么到最后的结果 不是开炸鸡店就是饿死 要不要就过老死呢 也就是说 不管你是在台湾 换句话台湾来讲说 不管你念自然组的 我念社会组的 最后大家要都变过老组 不然就变炸鸡组 对 没错 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图 这个图里面他们是怎么讲的呢 就说在南韩假设 你是文组的大学毕业生出来 文组大学毕业生有两种 一个是念商管的 另外一个是比如说 炼像社会学文学这一种的 念商管的出来 有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当主管或是当CEO 当主管当CEO 接下去会面对什么状况呢 在南韩的职场 对主管基本上是不给你尊严的 你会面对到受屈辱的那个情境 那如果你不想再接受受屈辱的情境 你要干嘛 我就离职 我自己去创业嘛 那创业你发现什么 选择性不多 只能干嘛 开炸机店 然后另外一种是 你念商管出来 到最后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只能怎么办 就只能等着二手而已 更惨 更惨 那另外是说 你是念像文组的工作 这个图里面说 你出来就两个写情况 第一个 就是当作家 当作家你会发现 当作家收入不够养自己 所以最后结果是什么 开炸机店 那另外一个是什么 也是找不到工作 找不到工作也只能怎样 开炸机店 等一下你们觉得忘 我要是念自然组 我念理工的 我在Samsung 我到LG 我都找不到工作 我们再来看看 念理主状况是什么 这个图里面说 念理主又分两种 一个是比较学术型的 自然科学系的 他说这种在南韩 也很难找工作 所以很可能是怎么样 是饿死 那另外一种是念工科的 想说念电机电子资讯 这种工科的很好 那应该很不错 你可以进科技业 可是他会遇到什么问题 他们南韩年轻人 自己自嘲说 你如果去当科技业工作 对不起 你会遇到一个事情 叫做过劳 那所以过劳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第一个继续过劳 超到过劳死为止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我不想过劳 然后我选择离职去创业 创业发现 创业选择性也不多 也只能选择什么 也只能开杂机店 你以为 开一个杂机店 是人生的另外一个 幸福的终点吗 我们讲说 在南韩那个杂机指数 景气越不好 日子过得越苦 杂机卖得越好 好像很不错 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个 这个首尔的普先生 他开杂机店 不是应该很好吗 结果不是如此 开杂机店不是如此 为什么呢 因为开杂机店 据统计怎么样 他们倒电的比率 还蛮高的 他们说大概有18% 会在一年内倒闭 然后49%就是一半了 一半可能会在三年内倒闭 他到底怎么了 首尔的普先生 55岁 那他就是退休了之后 想说还是要找个试做 因为退休金不够养自己 那所以就拿着这个积蓄 跟老婆怎么样 去加盟那些三项 大财团开的这种炸机连锁店 那所以还把自己的房子 拿去贷款 然后去开一家店 结果没想到 这个店不开还好 一开下去不得了 为什么呢 发现一只炸机本身 卖两万韩元 可是问题是什么 你知道吗 里面大集团一手一手一手 都要赚他的钱 你看这个养鸡费 跟你收1500 然后在加工过程 再跟你收4000 品牌授权再跟你收5000 到最后你想想看 这些扣掉之后 你要不要付水电 你要不要付电租 你要不要付员工的钱 扣掉之后 你觉得只剩下多少钱 两万块卖出去的这个炸机 最后只能赚到1500块 相当于台币只有40块而已 好悲催啊 一只鸡你有好多 你要卖多久才卖得掉 可是你只赚到了40块钱台币 我们讲到了贫富悬殊的南韩 还有催生出另外一群人 那人叫做后鸟爸爸 那是什么样的一群辛苦的父亲 我们来看看这个李爸爸的故事 这个李爸爸是个后鸟爸爸 为什么叫后鸟爸爸呢 因为他让自己很辛苦的工作 拼命的赚钱就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让老婆小孩过好的生活 那让老婆小孩过好生活要怎么样呢 当然要送他们到美国 或是澳洲这种地点嘛 那他就是送到美国去 那老婆小孩都送到美国去了之后呢 他在南韩是不是要很努力的工作 很努力的工作 终究还是希望怎么 每年可以见到老婆小孩一次嘛 所以固定每年这么一次见面呢 就像后鸟的那个牵移一样 一年一次 所以他就被叫做后鸟爸爸 那问题出来哪里你知道吗 这个李爸爸是真的很辛苦 你知道他送老婆小孩到美国去 然后每个月都要汇钱过去 让他们去生活嘛 那一个月要汇多少呢 大概400万韩元左右 折合台币大概是10万块 那他是很努力的工作赚钱 然后来支付他们的经济需求 可是问题在哪里呢 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其实很辛苦 住是住套房吃是吃泡面 自己生活过得很苦 然后营养又不好 结果没有想到 突然有一个月 他就没有汇钱过去了 然后妻子很急啊 赶快从美国飞回南韩去看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结果呢 才发现说 爸爸怎么样呢 已经庆祝生了 然后留下这一份的遗书 遗书里面写什么呢 说爸爸身体精神都不好 我很对不起我老婆小孩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失业了 但是还在我维持 他就给你了 好久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